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天津歌剧院正在这里现演由话剧改编的歌剧雷宇 这是天津歌剧院第一次来到加拿大演出 雷宇是由剧作家曹宇创作的一部话剧 这个剧于1925年前后的中国社会为背景 了写了一个带有浓烈的封建色彩的资产阶级 家庭的悲剧 这部剧呢是由温哥华著名的音乐家唐康年和潘信海夫妇 已经30年完成的 天津歌剧院呢 他们在推出了音乐会版的歌剧雷宇 是在2017年 演出呢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这部剧呢是由 舞该团在著名指挥家汤沐海 董俊杰的带领下完成的 首歌剧主唱歌剧岛 雷宇 他里面主要是两个家庭八个人物 三十年的恩怨作为主线 歌剧基本还原了话剧的精髓 高潮迭气 几位主演的演出 也是相当的精彩 作曲家唐康年先生 宇居温哥华多年 他用了将近三十年的时间 精心写就了这部剧的歌剧版 而且他在2017年病重之后 他的妻子潘兴海女士 决定完成唐康年的音乐追求和梦想 他与剧作家 前上海歌剧院院长何兆华 共同完成了剧本的写作 之后他又完成了音乐的其他部分 包括所有唱段部分的作曲 这是歌剧的高潮部分 love you 宇居养工 industry border clothing 宇居 稳 共同 customize 你 要 我 不得仗不愧折腾 不愧折腾 啊 不得仍然会 成功论的爱 老年 放映我 今世 早明年 可了 七世间 千千万万 不愈折腾 啊 不愈折腾 怎么不愈折腾 你 你不要放下 但从我们来 输出生命 冲给未来 啊 不愈折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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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9 年 唐康年先生 还专程成为北京带回了曹宇先生的夫人李玉如 根据他当年对于唐康年的口述 曹宇夫人在听了唐康年听写的三首 樊怡的勇叹调之后 给予了极大的肯定 当场同意由唐康年先生来改编这个话题 非常不幸的是唐康年先生《你去影》 以及《因地去世》 这部剧在温哥华的上演 也是对这名音乐家唐康年先生的最好的一个记忆 这次天津歌剧院也是聚集的四十多位远职员们 这次天津歌剧院也是聚集的四十多位远职员们 在德华演出 他们的精湛的演技 获得了观众热烈的感受 在这个市场打滚正这部 dose 这里供叹调之后 5 ju梦叹调之后 我们也áo DU活了 AM gesehen 本探索 LENG crear剧院是聚集的四十多眠 瓤师登 acuerdo 這是演出結束的時候羨慕的場景 這是黃浩平伯伯從現場發來的報告 謝謝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